早前美國疾控中心的主管 在公開場合說了一些 說美國疫情很嚴峻的說話 他這段說話比較少見 因為都相當比較情緒化 他說美國現在的情況非常危險 他很擔心末日快來到 事緣大家都知道 美國打疫苗的進展很快 但是全國的確診的數字 跌下跌跌趴著好像就橫行 不再跌 還有最近有傾向向上升 所以CDC主管似乎是擔心這個情況 才這樣說 同一时间美国疾痛中心又出了一些新的指引 教大家如果你打了两针的mRNA疫苗 比如说Moderna或者Pfizer或者打了一针的Johnson & Johnson 两个礼拜之后大家就可以怎样放松 怎样可以和一些都打了针的家人聚会 和一些其他的家人可以在室内聚会 讯息很奇怪是不是精神分裂呢 究竟情况是乐观还是严峻呢 其实问题主要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政治结构 就是说各州有很大的自主权 虽然说政府有个指引大家应该继续做防疫措施 但是很多州长就已经自己决定 因为看到这些案件回落之后就自己决定 自己的州就可以放松那些防疫措施 给人们戴口罩啊 可以去听演唱会啊 去看那些运动比赛啊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那个确诊数字呢 打横行甚至有些上升回 都是意料之内的 但是同一时间大家要知道 在美国的打疫苗 现在的速度是非常非常之快的 基本上就每天有三至四百万人打了针 那就是差不多两天就可以打了全香港人了 现在就全国的那个确诊数字 如果上升回的话呢 那这个上升呢 就应该就不会跟之前没有什么人打疫苗 那种上升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呢 在美国那些最高危 就是说最容易感染 就是COVID之后 入院啊 甚至死亡的人呢 就是说年纪大啊 那些人呢 其实都相当大部分呢 已经打了疫苗了 所以这些人呢 就已经受到保护的 即使现在很多州呢 就自己私自放松那些公共卫生措施 而确诊数字上升的 现在这一堆人呢 就应该就少了这些最高危的 的族群的 反而呢 就是一些比较上呢 就是年轻一点 大家都知道了 年轻一点的人 感染了COVID之后呢 死亡率呢 就会低很多 即使呢 现在那个确诊数字 是有个上升的趋势都好了 但是呢 因为呢 感染的人呢 已经倾向呢 是比较是 没有那么危险那些人 年轻一点那些人 所以呢 就说 即使现在的感染的数字 有些上升呢 入院啊 甚至死亡的个案呢 应该呢 就不会像之前 没有什么人打疫苗的时候 那么多的了 那实际上呢 我们也看到过 有个走势呢 就是说 虽然确诊的数字呢 是有上升的倾向 但是死亡的数字呢 似乎都是一路下跌着的 其实呢 就跟我之前影片 讲的都提过了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人 打了这些有效的疫苗 Biontech也好 伏必泰也好 Moderna 牛津啊 Janssen啊 那些都可以 如果很多很多人打了的话呢 那那个保护效果呢 就令到呢 就令到呢 就弱伤都变成首饰伤了 就是说呢 炸了之后呢 即使真的遇到 难搞那些病毒啊 变种病毒呢 虽然你未必说 完全不会被他感染 但是即使感染之后呢 严重个案 即是要入院啊 要入ICU啊 或者死亡的个案呢 都会少了很多很多的 如果真的继续 有很多很多人 打这些预防针的话呢 那总会到一个点呢 慢慢这个COVID呢 就会变成好像伤风感冒那样的了 那有些人都会感染到的 但是他又不用入医院 那可能他就是休息 几天又没事的那样 那种呢 那到时候呢 我们就真的可以脱离这个疫症的困扰 那我觉得呢 就是CDC这个总管呢 就比较上是有少少 就是比较 就是他说的那样东西呢 就比较上好像是悲观了一点点 和比较上情绪化了一点了 但是呢 我也同意他那个主张的 因为呢 他的意见呢 就希望大家呢 再忍多一会儿 就是做回那些 就是戴口罩啊 保持社交距离啊 那些这样的做法 还有呢 要尽快呢 尽快多些人呢 就打了针 那样先 那因为呢 如果再多些人打针 再坚持这些政策 多一会儿的话呢 那慢慢呢 那个疫苗的保护效果 走出来的话呢 那就不单止说 就是入院啊 或者重症啊 死亡的个案 会一直减少 那那确诊个案呢 应该都会一直减少 那变成呢 所有那些这样的案子啊 严重案子啊 入院那些 一起降低的话呢 那就真的可以一次过呢 就可以摆脱这个COVID-19了 那如果你都还在犹豫中的话呢 那其实呢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数据啦 那比如像美国这些 打疫苗越多的 以色列的打疫苗 打得多的话呢 那你都看到呢 那些入院啊 重症啊 那些case呢 就一直都是向下降的 那比如好像法国这些 就是打疫苗打得很慢的 它应该 4月呢 它每天打 应该二十多万人左右 但是法国呢 有六千七百万人口 那变成呢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呢 就发觉现在的趋势呢 就是确诊的数字啊 那或者严重的case呢 就越来越多 都在说呢 就是ICU呢 就已经开始爆满了 那大家其实很明显呢 都看得到 打疫苗和不打疫苗的分别的 那我也知道 现在可能 我们香港就不算太多 确诊的个案 大家都想看定一些 那但是呢 其实呢 就唯一能够 救我们脱离这个 COVID-19这个疫症的呢 就是疫苗的了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 还没决定的话呢 那就可以重新再考虑吧 那今天呢 就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